大家好,我们还是说说土工的经济啊 现在的所谓的新总理太监李强 现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恢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全世界在忽悠私人老板回国参加中国特色特比斯特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 对吧,这次在这个海南的博奥会上又是前所未有的啊 因为这应该是五年以来最强烈的呼吁要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 中国的经济离开的民营经济不能活到了这个程度了啊 说是要想全世界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 完了以后北京这边就传了一个段子过来了啊,挺有意思的跟大家讲讲 说这个李强啊 知道这个中国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民营经济失去信心了 所以现在必须要把民营企业家要请回来 那为了请回民营企业家的话 那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把过去被抓的那些企业家都放出来 比如把孙大武放出来 比如把马云请回来 马云请回来说这个是李强已经搞定了啊 说这个席包子呢 暂时说答应了啊 不收拾马云 让你的子弹飞一会儿啊 让你嘚瑟嘚瑟,暂时不收拾他 配合李强的经济工作 因为包子也知道啊 离开了民营企业 中国的经济真不能火啊 绝对的 你说过去这几十年 我也写过这个百年经济笔记 中国的经济之所以流叉红红的啊 财大气粗的 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 过去这些年出现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嘛 和大量的民营企业家嘛 你说是不是毛泽东搞的时候你跟我说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名字看看 说能说一个吗 你自己家里养两头猪 你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邓小平开放以后 多少民营企业家 你如鼠加征 如鼠加针 是不是 你想想吧 这是唯一的区别 所以我们这些个打酱油的人呢 你看一个国家的新衰 你其实你不要去看那个所谓的数据 数据这个东西对你没意义 你去看 你去看你所在的这个时代是不是有大量的民企老板 一个个的灿烂若新陈呢 因为当大量的老板都出名的时候你的日子一定好过 因为他们需要人呐 需要工人呐 需要有人干活呀 你找到工作 你去找到工作 你有工作有工作 你就可以当官方家死老婆呗 是不是多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用最清晰的现象 就是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你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牛叉 你不要看那些个政客在那里扯的一个鬼话 你要看你这个国家有多少品牌有多少大公司 你说美国 微软 是不是 苹果 多少公司啊 是不是 通用 太多的 你波音是不是 太多了 随随便便 你说这个 日本 丰田 多了去了 随随便便 有路就有丰田车 你说韩国 现代 三星 是不是 你不要太多 你说中国 也有啊 中国过去这些年 联想 联想 是不是 旺科 阿里巴巴 腾讯 他好歹也是个公司啊 全世界有名啊 你不知道马云在全世界的企业界多有地位啊 真的是 连美国的总统都要见他 见了两届总统 见了 奥巴马 是吧 谈销有红柔 见了川普 你以为呢 这是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明显的标志 所以李强呢 他也是浙江出来的 他懂这个道理的 所以你要想重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你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些民营企业家放出来 你把孙大夫放出来 你把马云请回来 是不是 你把那么多的老板都请回来 你把这个余敏洪请回来 让他继续搞这个什么 你搞这个新东方 那不就得了吗 你只有一两个案例 中国的那些民营企业都要赚钱呢 马上新机就上来了 但是谈何容易呀 西班牙子不愿意呀 是不是 他不愿意把孙大夫放出来 不愿意把任志强放出来呀 不愿意把让余敏洪继续搞英语教育呀 他不愿意 他自己做出的事情他不承认了 退协责任了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不愿意的还有一个办法 这是李强最近出的一个恶招 一个险招也是一个直接打打中有些人七寸的一个招数 就是说你不把他们放出来也可以 你把这些年在你天天骂民营企业老板的那些个坏蛋 一个一个的都给我抓起来 行不强 那当然大家都明白吧 骂民营企业家骂的最狠的有哪些人呢 什么孔秦东啊 什么司马南啊 什么张维为呀 什么金灿荣啊 什么周小平呢 就这个东西是不是 你想想吧 没有民营企业 哪有你们这些人的日子呢 哎呀开什么玩笑 所以李强出台这么一个措施 也不叫措施吧 说给习主席提出这么一个建议 你不放孙大午可以 你不请马云回来可以 你不让余命红回来搞教育可以 但是你把这帮坏蛋啊都抓起来 是不是 哎这个建议很好啊 说这个李强这个人呢其实还可以的 因为他是浙江人嘛 我在浙江有很多这个专门研究民营企业的朋友 有一个姓马的经济学家跟我关系很好的 他跟我释放一点那个消息 说李强可以的 因为人哪 他有一个本能 他这些年一直从浙江这边一步一步起来的 知道你离开了这个民营企业 中国的经济没得活 如果中国经济搞不起来 他一定是最后是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他又动不了细胞子的基本盘 那就拿这些个 那些个狗东西来 记齐呗 所以现在司马南 张维为 金山荣这些个家伙的死气到了 我说过无数词的 在中国你最好是别舔 你要么你就骂 是吧 要么你骂骂 骂习近平 骂共产党骂那个狗血淋头 然后屁股一拍走人 老子不跟你干了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像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你舔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舔错了 共产党的高层他也不断的在变 是吧 今天这个姿势 明天那个姿势 今天在前面脑寒推车 明天又后门点火 你不知道你哪天你 突然你舔的对象就变了 一变的话你就完蛋了 你舔是最容易舔出麻烦的 这就是可以解释 为什么过去的太监 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 为什么呀 你以为你舔是王道吗 舔是最差的 批评才是王道 是不是 像我们这些人有一天说不定共产党还欢迎我们回去呢 是不是 像我们一起发挥余热 建设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呢 真的 所以你与此同时你会看到 李强这个人的最近搞了一点新动作 我看到有一个最有趣的消息 是这个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可是一个 主流媒体啊 那是共产党的中宣部网信派亲自扶持的媒体 出现一篇特别神奇的文章 就讲说当前的局面完全是前期的误判造成的 那前期误判是谁误判的 难道是李克强吗 那显然不是 是不是 因为李克强这个人很聪明的 他在做总理的时候 他做足了这个铺垫 把所有的责任通过不同的形式释放出去 比如说你中国的人均收入 有6亿人只有一千块钱 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比如说为什么要长江皇后的水不能倒流呢 他知道有一天 他如果退出这个权力中心以后 一定会有人把这个中国经济的脏水泼到他的头上 他可没那么傻 他提前就做好铺垫了 你这会儿你也想把这个脏水把这个所有的责任推到李克强身上 一点意义都没有 地球人都知道 经济搞这么差 是不是 就是吸包子自己的事情 所以出现这么一篇文章 是前期的误判造成的 第一 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误判 盲目的以为离了我们贸易会受很大的影响 就如同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 其实有很大的可替代性 第二 对国内核心科技的盲目的自信 以为像华为和比亚迪这样的企业 已经具备了苹果或者特斯拉的实力的竞争力 其实核心技术还是在人家的手上 第三对内循环对内循环盲目乐观的误判 以为可以通过内循环磐活经济 但是其实欧美才是成熟的消费市场 也是整个世界科技和创新的引擎 国内不但消费文化不符合 而且低福利的社会环境 透支消费也不现实 这三个误判 其实就是招着到大众细胞子的七寸 其中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盲目的自信 对世界工厂地位的盲目自信 好像离开了你中国就不能活一样的全世界盲目自信 第二就是对自己的所谓的核心技术的自信 那也是是不是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大飞机 瞎扯 第三就是对所谓的 叫做什么的 攻击侧的改革盲目的所谓的内循环的那种自信 自己的内需市场的自信 你不是有毛病吗 这三个观点写得非常的好 而且是一个非常懂行的 应该是个改开派的人物写的 这会放出这个消息 而且放在今日头条 而且没有被封杀 我听这个马老师告诉我的 我就不说马什么了 这哥们还有几个人告诉我的 这绝对是对着这个 细胞子去的 有可能还是李强在背后操作 我倒不认为是李强最后操作这个事情 但是李强必须他他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 上华山是吧 他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他必须把经济搞起来 他如果搞不起来 所有的锅 所有的责任全部都归李强这个人管 李克强早是两手一拍走人了 如果李强如果搞得好 他一定会 得到细胞子的赞赏 他如果搞不好 他真的人头都有可能落地 因为他就是个太监嘛 细胞子拍死他跟拍苍蝇似的嘛 他没有退路可以走 所以就提出这么一个建议啊 建议把这些年 唱衰民营企业家的这些个难货 全部呀给我抓起来 什么司马南 尤其是司马南 哎呦你不知道司马南这些年 就是骂民营企业 骂企业家 骂的真是骂马云 骂纽传志 哎呦骂的真是 中国这些人的都是缺德 尤其是那些个司马南的粉丝可多了 为什么呀 他有意识的引导的 中国的老百姓都特别傻 你知道吧 你什么人不好喜欢 你跟着司马南 张维为 金灿荣 这些个屁股后面 在这个 文鸡起舞 你不是有毛病吗 我告诉你啊 我非常 相信这个 以前的这个所谓的建议 有可能是真的 要我是 中共的某一个官员 我也这么干 说我动不了你 你的基本盘 是不是 这是你习主席干的大事 你抓人 你把那么多 把余命红搞倒 你把孙大武抓走 这是你中共的最高层的决定 我不可能把你推翻 但是我收拾你几个那个太监 行不行啊 我把你这个司马南这个狗东西抓起来 行不行啊 完全是可以的呀 嘿 都是这么干的啊 谢谢 谢谢